逐南政公所发放学童教育商品券 遭到镇长候选人康世如质疑 有徒利之嫌 康世如日前到了苗栗地检署 暗邻扣告镇长方靖兴等人涉嫌贪污 对此方靖兴强调是依法招标 没有读后厂商 而今天也是暗邻反控康世如设犯诬告 意图使人不当选 双方互告让选情攻守白热化 逐南政公所运用离岸风利发电回馈金 今年7月起发放镇内国中小学及幼儿园学童 每人2000元教育商品券 但镇长候选人康世如质疑图利特定厂商 日前也针对此事提告 对此争取连任的镇长方靖兴认为 公所发放教育券一事遭到扭曲 康世如还致发不实文宣 不仅抹杀公所团队辛劳 也损害他的名誉及影响选民投票 因此会同律师前往地检署 暗邻控告康世如 因为他很多在现在的问证说明会 他在很多的场合都讲不当的言论 违背了一些事实 那我们针对说 那你康世如你曾经当过立委 也当过镇长一些行政流程你比任何人都了解 你可不可以违背良心来做这种的提告 那我们针对他的诬告 还有意图使人不当选 那我们来做提告 对于方靖兴提告 康世如表示此案已进入司法程序 近代司法调查 但若对指控有意见 为避免流于口水之战 邀请方政长进行一场公开辩论 我们希望不要再有一些口水战 我在这边公开邀请 我们宣任的方政长 我们公开的辩论 在台上公开辩论 我们邀请我们所有的新闻媒体担任第三人 来做公正人士来做提问 那时间地点由方政长你来决定 我们全力的配合 我希望这场选举 不要再沦为口水战 要大家在台上说清楚讲明白 对于辩论邀约 邦靖兴回应不随之起舞 双方你来我往互杠提告 也让竹南政长选情更加百热化 明镜需要您的地方